謝謝 謝謝妳說 沒有人可以摸完之後 比唱唱歌 沒有人 剛才王心靈一來 居然有一個唱的 票數比他還高 心裡面有沒有一點緊張 我不應該坐在這個位置 萬一又重演了 也就是說妳唱完投完票 有人比妳票數還高 怎麼辦 妳會當場撕破臉嗎 沒有人可以唱得像我 不會 以後就請他 然後幫我 來公布一下 我們第一輪敬演的曲目是什麼 誰動了我的琴弦 一起來看 青春的氣息扑面而來 只有歌裡面的MV 男主角是陳柏玲吧 對 陳柏玲 那是你們第一次合作嗎 中國MV 沒有 第二次 因為第一次是在那個 春天花花同學會那部電影 對 然後認識了之後 剛好我要拍 清閒的這張專輯 然後去維也納拍的 我們把掌聲送給BB 有請BB到靜眼門內就位 下面有宣布 第一輪靜眼現在開始 我來自靜眼 我來自靜眼 你不要太好 今天 我來自靠眼 你不停 我來自靜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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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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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得了了 怎麼會有四位周比昭呢 我相信大家已經 有一些猶豫了 好 仔細再想一想 接下來進行到 投票的環節了 各位拿起你的投票器 投票開始 投給你認為是周比昭 本人的相應的號碼 比比周比昭到底在幾號門內呢 投票結束 你們已經投完了 有做過一番艱苦的掙扎了嗎 特別掙扎 剛開始一句一句唱的時候 我就三號很像 然後我 但我聽四號的時候 我覺得四號特別像 因為比比說 他說他不像以前唱歌 會不一樣 對 然後前面三個就會累 很類似像他以前唱歌的風格 我覺得四號就不同 一下就跳脫了 所以我覺得是他 對 比比沒想到 剛才那番話 被磨唱選手聽到了 你要成為今天的你 我就模仿今天的你 所以一下子又分不出來了 國倫老師 你有猶豫嗎 有 什麼意思 老師要幹嘛 猜不出來 如果這一次 因為上一輪我兩個都猜錯了 黃欣雲部分我全身覆沒 這一次我賭上了 這一次我賭上了 如果我再猜錯 我就退出厲害音樂人這個圈子 直接進入頂尖音樂人這個圈子 粉絲你們真的一點都不幫我忙 你們有人選二號有人選三號 有人選一號跟四號 你們到底是誰的粉絲 我告訴你他們跟我一樣壞 迷惑他們對吧 對 好 問一下文然和強巴楊真 我投了三 按錯 投了二十三號 二十三號 請問一下二十三號是哪一位 這位少女 知道很糾結 然後想最後就亂摸一個好了 好 所以你在二三期間其實是你是 完全是猜的 完全是猜的 我是二十三 我是二十三 喬丹啊你是 我說時候這輪心情非常的不好 因為BB一直坐在角落 都是我的燈塔 他一會兒給我比個這個 一會兒給個這個 所以我一直其實很追蹤他的步伐 結果突然他進去了 不是 大年初二進到後面為我們獻上歌聲的時候 我看到角落沒有他 其實我內心當中是失落的 但是還好現場有很多BB的粉絲 然後我看到他們大部分人都給我比這個 所以我就覺得應該選二 好難喔這一輪 所以馬上來公布票數最低的那一位 因為他要止步於此 就要離開舞台 會是誰呢 黃國倫 劉維 張宇 馬松 他們都選擇了二號門 二號門會獲得多少票呢 二號門請出 五號門票 四十一票 就他了 這麼高的票數 對啊 我們選對了 對啊 OK的 尷尬的是BB如果不在裡面呢 那尷尬的是他不是我們 對 尷尬他粉絲 他可以去吃飯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同時揭曉 一號門 三號門 四號門 請出票 一號十一票 三號十三票 四號門三十四票 兩票之差 一號要離開舞台 一號門他到底是誰 一號門請開門 他是 是 男生 好 把掌聲送給我們的磨唱歌手 好 那我們的BB 周比唱他到底在哪裡呢 會是全場最高票 二號門嗎 二號 二號 BB你在哪裡 請開 一定是二號 我相信他的粉絲很厲害 二號 果然就在二號 果然就在二號 來 有請二位 有請二位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鬆了一口氣 真的 正式進入